陈小旺 几经周折 我们终于见到了陈小旺 听闻我们是来体验陈氏太极拳 陈小旺给我们展示了一套陈氏太极拳特有的拳法 炮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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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炮锤拳法 将陈氏太极拳刚猛的一面展示的淋漓尽致 我们见到了跟印象中的太极拳非常不同的一面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否领略到陈氏太极拳中更多的独特之处 太极拳是以阴阳学手的根据 太极拳是在阴阳所思想影响下的一个学科 那么怎么叫太极拳呢 核胃阳开胃阳升胃阳降胃就在这种变化当中成为一个运动体系来表现着各种形式 这个运动体系呢我们叫万法归一 太极者万法归一 就是由这样一种运动体系形成多种运动形式 以单体旋转形成蝉丝 以躯干蝉丝影响肩肘手的蝉丝 移动全动节节贯通 而在动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动作的误差 以达到让气最为顺畅的贯通整个身体 这种气的概念 它们怎么能让人理解到什么叫气的影 咱们都可以试一下 手往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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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 这关键就回来 手都没有 再一转 又有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现在讲 用科学能解释得了吗 对 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这个肌肉和气的关系呢 传导得住 明白 用不上筋了 对 用不上筋了 为什么呢 气不通 喊他这个筋了 还过来 用它做 用不上筋了 对 这样就用不上筋了 为什么呢 气不通 当气通不过去的时候呢 就无力了 我们的肌肉和骨节 需要受到气的传导 没有气的传导呢 它就没有作用 这种状态下就是断 气拨不了 如果气能过来呢 它传导肌肉呢 它就可以随时抱怨 就是那个身体是一个松柔的状态下 瞬间就可以 对对对 想从哪发出来都可以 对 就是说肩肘 手 腕手 就是随便的 这几个点都可以 看着啊 手啊 嗯 这不是没什么举动啊 嗯 手啊 感觉又不疯了 看看 这不 侧面 可以放 背后 也可以放 哇 我不知道摄像机能不能录下来刚才那个身上的声音 一动全动 节节贯通 通过不断修正动作的误差 最终以气罐全身 在需要时瞬间爆发 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和陈小望短暂的交流 让我们了解到太极拳中蕴藏了如此多的哲学理念 而在交流的过程中 陈小望也发现了一格的不同 我从那眼神中看到 他表面上是一种愤怒 其实他内心当中啊 是一种空虚和恐惧 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是我们的心理不平衡 陈小望说 习太极拳者 一是要练功磨练身体 二是要练心磨力心境 以达到天人合一 阴阳平衡 对于平复一格的好胜的心态 练习太极拳有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也很期待 在一格学习的过程中 能看到更多太极拳不为人知的一面 推手是一格的第一刻 这是太极拳中基本的对练方式 其看似柔和缓慢 但其内在却是对习练者力量和气息的双重考验 对我看这个这么慢的动作 还有一个实际的硬度吗 对啊 这慢呢 比太寒暖 我能不能试试这个 怎么叫 你来 你打我一起 我行吗 你打我一起 你打我一起 打 这样 准备接着它 我打一起 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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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手开心 你打我一起 我挡住 你们两个人都忙了吗 对对 有身体 躺 哦 这个地方很趁 对 这个地方不趁 你用退了吗 用退了 用大击 很痛啊 哇 这个地方 对 这很轻松就脱开了 这个等于说 推手就是在这慢慢的过程中 然后来体会这个力量 练力的动作 练力的动作 三体的可心 我们的太极之旅 形成过半 对陈氏太极拳 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却始终没有见到 陈小望的千金坠绝技 和高明医术 太极武功 这种系列方式 看起来缓慢柔和的拳法 到底能带来 多么深厚的功力 在我们的一再讨教下 陈老师终于答应我们 现场给我们展示 期待已久的招式 千金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